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健身入门》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正确进行热身活动 二,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 三,避免常见的训练错误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正确进行热身活动 当然,热身活动是任何体育活动的重要前奏 就像一位古代战士在冲入战场之前要磨磨刀刃 悄悄盔甲一样 不过,我们今天的热身活动通常不涉及真正的刀剑和盾牌 而是一系列旨在唤醒肌肉 提高心率和增加关节灵活性的动作 想象一下,如果历史上的伟人们 在他们的决定性时刻之前也做了热身活动 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在发起对波斯帝国的攻击前 可能会先做一些动态拉伸 以确保他在马背上的灵活性 或者,假设莎士比亚在写下他的不朽名句之前 会先轻轻地摇摇手腕 以避免任何可能的文学性肌肉抽筋 但让我们回到现实 正确的热身活动应该包括几个关键步骤 一,信号信号动态拉伸 信号信号 这不是你老师在学校里教的那种站着不动的拉伸 动态拉伸是通过移动来增加肌肉温度和灵活性 就像中世纪的剑士在战斗前挥舞他们的剑来 准备肌肉一样 二,信号信号心率提升信号信号 这可以通过跑步、跳绳或任何可以让你的心脏 像罗马战车赛中的马匹一样奔跑的活动来实现 三,信号信号 特定运动的热身信号信号 这就像罗马决斗士在进入竞技场前练习他们的战术一样 无论你是要打网球还是举重 都应该模拟即将进行的活动以此来准备你的身体 四,信号信号心理准备信号信号 就像拿破仑在战役前夜制定战略一样 你也需要集中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现在虽然我们不需要像古代战士那样准备进入实际的战场 但正确的热身活动同样可以让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战场上表现得更好 无论是在体育馆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下次当你准备开始你的锻炼时 记得像历史上的英雄们一样做好准备 这样你就可以在避免受伤的同时 也许还能创造你自己的历史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这个看似平凡却又至关重要的话题 呼吸技巧 首先,我们的承认 呼吸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基本的生存技能 但是,当我们谈论到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时 这个不仅仅是生存的问题 而是关乎于如何提升生活品质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歌手或是冥想大师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古代的人们对于呼吸的重要性早有认识 例如,在古印度 瑜伽修炼者发展出了一套称谓普拉纳亚马的呼吸控制技巧 这些技巧至今仍被广泛练习 并被认为对身心健康有助深远的影响 而在古中国 气功大师们也通过调节呼吸来培养气 以达到强身健体和长寿的目的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一位古代的瑜伽大师和一位中国气功大师 在一场呼吸技巧的比赛中相遇 瑜伽大师深吸一口气 然后以一种几乎让时间停止的长度进行呼吸保持 旁观者都开始担心他是否还活着 而气功大师则是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气流竟然轻柔地将地上的落叶吹得旋转起来 这场比赛最终以两位大师相互致敬而告终 因为他们意识到呼吸的真谛 不在于比拼 而在于和斜与平衡 当然,除了古代的智慧 现代科学也对呼吸技巧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比如,运动生理学家告诉我们 适当的呼吸节奏可以提高运动表现 而心理学家则发现深呼吸可以减轻焦虑和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马拉松运动员 在比赛中保持住稳定的呼吸节奏 或者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人们会被建议做几次深呼吸来冷静下来 所以,无论你是一名想要提升运动成绩的运动员 还是一个寻求心灵平静的冥想者 或者只是一个希望能够更健康的生活的普通人 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都是一项宝贵的技能 记住,呼吸可能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避免常见的训练错误 当然,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历史的长河中 寻找那些训练中的经典错误和他们的古老智慧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会学习如何避免这些错误 还会发现 无论是在古罗马的决斗场 还是在现代的健身房 人类在追求卓越时往往会重蹈覆辙 星号星号错误一 忽视基础训练星号星号 在古希腊 有一位年轻的角力手 他梦想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 他跳过了基础训练 直接开始进行高难度的技巧练习 结果 他在比赛中一败涂地 因为他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力量和技巧基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急于求成 基础训练是成功的基石 星号星号错误二 过度训练星号星号 回到中世纪 有一位骑士在为即将到来的锦标赛做准备 他每天不分昼夜的训练 从不休息 到了比赛日 他筋疲力尽 甚至连铠甲都举不起来 这位骑士的过度训练提醒我们 恢复同样重要 身体需要时间来修复和增强 星号星号错误三 忽视饮食星号星号 在明朝的中国 有一位武术大师 他的武艺高强 但他却忽视了饮食的重要性 他经常暴饮暴食 结果体型臃肿 动作迟缓 这位大师的例子告诉我们 饮食对于训练至关重要 合理的饮食 可以提升训练效果 星号星号错误四 忽视技术星号星号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有一位剑客 他只追求力量训练 完全忽视了剑术的技巧 在决斗中 他的力量虽然惊人 但因为缺乏技巧 最终被一个技术高超的对手 轻易击败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技术和力量同样重要 一个不能忽视另一个 星号星号错误五 不适当的装备 星号星号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有一位热衷于自行车的绅士 他穿着笨重的长裤 和硬领衬衫骑行 结果不仅速度慢 还经常摔倒 这位绅士的错误 在于没有穿着适合的装备 这告诉我们 适当的装备 可以提升性能 并防止受伤 历史上的这些例子 虽然有趣 但他们都传达了 一个严肃的信息 训练需要智慧和策略 无论是古代的角力手 还是现代的健身爱好者 避免这些常见的训练错误 都是迈向成功的关键 记住 历史虽然不会重复 但它总是惊人的相似 让我们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 以更智慧的方式训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 回顾了一些 关于正确进行热身活动 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 和避免常见训练错误的重要知识 尽管这些话题 可能听起来有些严肃 但我们通过幽默的方式 将它们呈现出来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和启发 热身活动 是任何体育活动的关键前奏 就像古代战士 在战斗前磨刀霍霍一样 所以 下次当你准备开始锻炼时 记得像历史上的英雄们一样 做好准备吧 正确的呼吸技巧 是一项宝贵的技能 它不仅可以提高你的运动表现 还可以帮助你 保持心理平静和身体健康 不管你是一名运动员 冥想者 还是普通人 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 都会对你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避免常见的训练错误 也是我们在追求卓越时 需要注意的问题 历史上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忽视基础训练 过度训练 饮食和技术的重要性 同时也要确保使用适当的装备 最后 我想要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曾经犯过这些训练错误 你有其他有趣的历史故事 可以分享吗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